是不是通过PC进来的 Chris你好 快手直播的第三天 第三天 慢慢来 就像我当年做其他的一个直播间一样 一步一步来 从一个人两个人这样慢慢地做起来 过两天我可能会把一些 话题开始引入这个直播间 每天我们可以聊一个有主题的话题 这几天先让我熟悉一下大家 熟悉一下这个环境 有好多跨了环境以后 我不太清楚这个ID是哪个对哪个 所以需要一点点时间熟悉一下 如何操作 好 Chris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说话 或者是语音都可以 我们就是一个聊天的直播间 将来我会有一些文字 有一些文字可能会 这个直播就是要把一些 像我准备好的一些文字 要放到这上面 它有点困难 后来我昨天想了一下 最后终于就是可以用这种书写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直接就是把这个文字部分 带到你的面前 我现在试一试 就是我写点东西 然后写点东西 看看就是我对的这个手机 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如果我要写字的话就这样子 看大家能不能看得见 当然这是反的 把它震过来吧 我们把它震过来 镜像一下 看这样子 这样子就震过来了 下次我们交流 要么会通过打印的方式 要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不回去了 暂时不会回去 那边是做录播 不做直播 直播暂时在这边 一天做两场直播 我吃不下 因为那边唯一的直播 是收费群的直播 这个其他的频道 不会做直播 那边会做录播 所以下面的节目内容的计划 是两大块 一个是在 在那个平台上 把那个研究院做起来 内容 这是一个方面 然后有一般的经理 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 做短视频 做直播 下一个阶段非常明确 就这样做 所以 所以 你讲不回去了 并不是讲 只是那边直播 停了 其他东西 不仅不停 而且还会加大力度 前段时间 因为这个节目输出 受影响 主要是因为 事情头绪太多 有好多东西 我在做一个艰难的减法 不知道哪些东西该减 哪些东西不该减 所以思考了 挣扎了好长的时间 现在逐渐清楚了 快手这个平台 我能够登录的话 那么我就非常清楚的 帮助我下去 先做了很多决定 哪些东西该看 哪些东西不该看 安康网红你好 这个现在 我的理解就是 我的一部分观众啊 他是没有下载快手 也可能暂时 不愿意下载快手 那么这些人会通过 PC的链接 就在PC 在电脑上面观看 没有登录状态下 所以我在这个 里头就看不见 在这个直播间 就看不见 这些人是不会记录 这个直播人数 现在 现在这个直播显示的是 两个人 但其实直播间里头 不止两个人 我觉得 这个意思 这是我昨天才 才学到的 哪个人如果方便 连连迈互动的话 或者是 在底下说话的话 欢迎 那么 在大家互动以前的话 我就先来说说 我的一些 最近这几天的 这种看法吧 是因为IP的关系吗 你讲的是 你就讲个人IP还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清楚你讲的这个IP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人口基数是不一样的吧 对吧 你讲在YouTube上面 油管上面 怎么样也就是 说中文的也就是千万这个级别 国内这些平台都在意义这个级别 是很显然 我以前多次讲过这样的概念 一定要到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去 这一点 这个指导思想是没有错的 那么人流量最大的现在国内就是 几个短视频 那他为什么能做成短视频 做成人流量最大的 这一点也非常明确 对吧 背后是人性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 十 就是一分钟之内 多少秒之内的这个视频 把他做得过关 把在这个上面锻炼自己 将来你才有可能 三十秒三十秒 作为一个说话的 一个就像砖块一样 你搭建起来一个建筑物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要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锻炼 Chris他讲 我问是不是因为IP的关系 所以只显示 不是 就是没有登录进来的人 他不会显示 在PC上面 在那观看的人 就是我那个发的链接在群里头 他点那个链接 如果我在PC上点那个链接 他就在PC上面 那么PC上面 他是可以不用登录 不用注册 匿名 他可以观看的 所以这些人是不会显示 在这个人数里头 臭鱼你有什么问题 请问 可以连线问 可以 也可以连线问 也可以 语音问 也可以 因为我来开启这个语音吧 语音你可以留言 语音聊天 可以 克里斯托说 他们又健全了 还骂你是招老头 很正常 不是在 不是在背后 在当面都有 在这个互动 这个 直播互动群里头 已经在讲 我抛弃了 你曾经说过的 你在 你在 我在 你不在 我还在 我在 我在直播间 我没有躲起来 我没有藏起来 如果你是真的喜欢我 我应该走到哪 你才跟到哪 就因为我离开 那个平台 到这边 你都讲 我坚决不去快手 那你不是真喜欢我吗 对不对 所以这样指责我的人 他本身在逻辑上面 就不轻 如果你真的喜欢老胡 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你 这样下载一个APP 时间又没变 对不对 你想我如果改了时间的话 你还会讲 哇 我那个时间段 不适合我 可以 对不对 全是借口 所以这下就考验 哪个是真粉 哪个是假粉 可口声鼠说我爱你 然后呢 出去短讯班都不行了 两地分居也不行了 全都是骗人的 玩笑 这是 这是本身就是在另外一个直播间 很多人已经感觉到疲乏了 这个强弩之末了 然后正好找这个借口 自己嗨去了 就是 就是那个男女朋友分手的是这样 是你讲要跟我分手的 就这样子 他自己呢 这个关系不好 但是他不愿意讲 我提出分手 因为提出分手的人心中多少都有内疚的感觉 所以他讲是你走的 对你走的 你离开了 你跑到快手去了 所以不能怪我 大概就这个意思 怎么可能是我抛弃他们呢 对不对 我这样子讲 这个逻辑是不是清楚 Chris 对吧 所以这些人全都是骗人的 全都是骗人的 只要是真粉 到哪边去 我就讲 这个我这个手机 没办法安装 这个快手 真的粉丝 他会去买一个手机 对吧 所以这些人 我估计是这样 有一种想法 老胡在快手 去那边 他怎么去 去那边 那边是 我听说的都是不好的嘛 所以我不能这个自己降格跑到那边去 这是第一 第二是我是真喜欢老胡 但是呢 我认为他在那边 肯定一个礼拜扛不住 他就会回来的 看他笑话准备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这些人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心理 反正他现在先堵到这个地方 我唯一能说服这些人的 就将来 哎呀 这个 老胡在那边坐得风生水起 坐起来了 他坐得还挺好的 然后他就讲 嗯 我得去看看 他在那边是怎么坐起来的 他在 他在其他平台怎么都坐不起来 怎么样都活不起来 在那边怎么能坐起来 他到那个时候就会 随大溜 那个时候他就会随大溜了 等很多人都喜欢我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再来排队 从后面再喜欢我就讲 你当年抛弃过我 你现在到后面就排队 对不起我 你想叫我死心 我不要你 就这样 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不在 你现在还在背后 背后这个说这个 牙疼的话 你想想看 这个就是见人品的时候 对不对 Chris 你想这些人是不是 人品是不是比你差一点了 玩笑啊 开玩笑 因为我的确是我能感觉到 我在那个熟悉的环境里头 大家全都是调好了 调频一样的 然后每天晚上只要打开 就能够就能够看到 很熟悉的朋友在那边 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任何一个陌生的环境 大家都会心里头有点抗拒 和那个抵触 很正常 所以我讲 我从这边就相当于是 从零开始 我做好从零开始的 这样的准备 但是呢 我不是讲吗 我不会从零 我总有这么几个人 愿意跟着我的 所以所以我在这方面来讲 还是很温暖 有个问题 新增两个用户 他们有见外国有人 名字是西班牙 说你抛弃了他们 看他们频道 这是西班牙语 是Chris自己说的 为什么订阅我 这是什么节奏 就是因为你是喜欢老胡 那么有的人就是讲 喜欢老胡的究竟是什么人 有人就订阅你 如果你讲 如果你问我是 为什么我订阅你的话 我就可以告诉你是 因为最开始订阅我的人 我没有多少订阅 我都是护官 你订阅我 我也订阅你 但是我发现有的人 我订阅你也没有用 因为他来就是看老胡的 他不会在这边发布内容 所以呢 就是不存在互定 那么如果你真的不发布内容 我逐步就是我逐步发现了 我就会取官取官取官 所以你你到这边来 也不是为了我要关注你 对不对 是是因为你关注我 我讲这话好自恋 就是这样一个 但是我就告诉你 后面有很多逻辑 就开始几十个人订阅我的人 我全都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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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回去 最后我昨天真的花时间就看了一下 我发现好多人就是因为 因为关注我而下载了这个东西 并没有在这上面发布任何的视频 所以我关注你就没有意义 等你哪天真的讲 我也开始做快手了 那么老胡你帮我看看我的视频感觉怎么样 那那个时候我就说不定真的就可以关注你了 无线自由 你好 小黄也在 YouTube 我不能说这个话 我不能说 我就这个 这个法师老提醒我 不要跨平台 提其他平台的名字 我刚才讲了 你来得迟了 那边是转成录播节目 今天就可以开 今天就可以开始更新那边的录播 你的问题回答过了 一下子全停了 那个直播 就是只能说停就停了 我已经给了大家 又预告 然后给了一天的这个两边同时直播 如果是这个真的被打断的话 如果他感觉不爽的话 比如说他到了十点半 他感觉不爽的话 他那个时候在我当天去下载这个快手 去安装或者不下载 在电脑上也能看到我 没有问题 所以全都是矫情 不是真的 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会每日更新 会每日更新 但不见得是从今天开始 因为我还没想好究竟怎么 怎么说 昨天那个大胡子纯粹是弄得完的 那么结果我讲 哇这个形象非常棒 结果呢 一下子就被老王抄袭 并且玩得比我更好 一下子我都 哎呀 我再疼一天的想到的一个造型 一下子被老王把它玩坏了 嗯 让来很失败的感觉 我以为就是就是就是这个一下子就找到了一种表现形式 结果老王一下子就把这个形象给我毁掉了 但是呢老王那个啊建议你们都去订阅一下老王啊 老王那个东西超级厉害 哇 那个是真正的老王 但是呢 我估计他不喜欢是不喜欢这个样子 那但他要走这个线路啊 我老早就讲了他他他他将来可能比假灵还能火 好厉害的 你要是改成三天一次或者一周一次直播也会 也会什么意思啊 野蘑菇 Chris 希望你们进来以后都动动手点一下老胡的鼻子 教你们怎么很多人都不会这个点啊 因为我看别人的这个卖东西的啊 我看到个麦克城 他整个直播就是在麦克城 居然一百多个人一场下来能给他点几万个赞 说明我们这个说明我这种表达方式还是有问题 大家有的人偷偷喜欢我 不敢点赞 不好意思点赞 或者不会点赞 就是特别矜持 就是骂我的人踩我的人导声音非常大 喜欢的人从来都不说 野蘑菇你看就就点点赞了 点鼻子有什么 你点点看 你点点看右下角就会开始飘起东西来 是不是有人怕麻烦下注册改变习惯 真是这样 Chris你刚才这个东西讲得非常好啊 所以我们讲胡聊 我们就是根据你你讲的什么 大家留言你随便讲 然后我就你刚才讲的这东西非常棒 我要给你讲一个这样这样一个调查统计 在PC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浏览器 有Safari在这个iPhone上面 苹果的 然后有Firefox 有火服 有Chrome 有Edge 有Internet Explorer 各种各样的都有 还有好多其他的 调查证明是什么 用Chrome的人 是讲收入是最高的 为什么 这个科学家讲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非常靠谱 他讲用全部用cherson的配置的这种人 往往他没有探索精神 因为Chrome火服这些东西 你得另外去找东西去学下载 然后还要花点时间去研究它 然后才会用 你都知道这个市场份额越来越大 像Chrome像火服当年这个东西 你都知道那个东西好用 首先你要听说过这个东西好用 证明你视觉敏锐 你关心业界的新闻 第二 你好用以后的话 不是就像老早 那个我们讲悟空一样 刷鸡那个时代一样 好费事的 这些人就有探索精神 小米的第一批的粉丝就是这样 有这样探索精神的人 那么 你要学会 你要知道他的信息 然后你去下载安装 最开始还不稳定 有可能 然后这一类人你看看 就是因为他的 他反映他的探索精神 并不是讲Chrome这个浏览器 哇 因为这样子就变得高中高级了 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讲做这个事情 你能看见人的背后的心态 而且讲老胡我永远支持你 下个快手吗 不下 你讲是真的支持吗 这种人太太过什么 一点创新进行 你可以对快手有各种成见 没有关系 但是你必须要有个好奇心 为什么你在很多方面认同老胡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上面去折腾 他想怎么折腾 他想干什么 你要有这个好奇心才对 所以你连起码的好奇心就没有 我已经想办法就是 我本来在这上面 我要讲改变直播时间 就是打一个冷门 就是半夜神经病睡不着觉的事 但是我照顾到大家这些已经养成习惯的这些人 我还是保持在北京时间十点半 就是这样尽量的减小这个转化的这个冲击力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真的讲丛林开始的话 我就可能讲在北京时间的午夜两点 直播 我看看这个晚上有多少神经病睡不着觉的人 那个全新的打法 所以我还是在这个方面 我做出努力 我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完全不估计现在这些人的 但是你看这些人 牢骚挂花最多的人 往往他是自己 这个什么都不愿意改变的人 这是非常可怕的 什么都不愿意改变 没有这种探索 这个求心的精神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可以跟你讲这一点 无限自由 我看到右下角在飘的这个各种五彩的这个心 心情很舒服的 虽然我知道他不是钱 有的人也是 但是最起码能够动动手指 表明最起码你还是愿意 就是用你的方式来支持老胡 就是那些长期潜水三个月一句话都不说的 然后吓我一跳写出一个长长的这个信件 老胡我看你的东西六个月了 直到今天我才鼓起勇气跟你说 你好好可怕 让我负担很重 因为那个长长的信 你叫我怎么回答 我一天收到三封这个东西了 我不要我不要做事了 然后呢写出这么长长信的人 他希望我在一个小时真的就回复他的 我没办法回复太沉重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还是从轻松调侃搞笑开始 让我知道你知道你是谁 就像这个James一样 James都都在每次都在这捧场 但是我从来没跟他直接说过话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长得如何 我只是在这个他在别的地方的这个视频里头 有一眼看一眼的 他在黑暗之中露出这个一点点 这种大圣在这里头就 在所有人里头 这个虽然我讲这个 这个人不能只为了钱 但是我知道礼物后面代表的是钱 大圣就非常粗暴的 用粗暴的方式 如果是他做商业营销的话 如果他是营销的话 他这一点就非常非常直接 用很小的一个钱 立刻区分所有的人 所以我可以我原来讲过在某 另外一个平台上面做直播的时候讲过 这个策略就是讲你要去做推广 推广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除了粗暴的广告以外 当所有人都不愿意做广告的广告 这个钱非常非常低 我以前给大家多次讲过 这个我认为是我们这一个这个时代 最伟大的创意家之一 叫做Gary Vaynerchek 美国的一个一个 一个以前苏联的一个移民 他有个东西他当年做 他卖他的酒店的时候 他最开始的做谷歌那个 那个关键字广告 那个时候就五分钱 也一次点击 但是每花五分钱 他能够赚到两毛五分钱 他当时就傻 他当时傻 他讲过了十 过了二十年以后他讲 我当时怎么那么傻 我应该应该是借钱 所有的银行贷款 房子抵押全部就去做就行了 这个很简单 你花五分钱能赚回两毛五分钱 这个生意不做嘛 无限放大 并且不像以前的那个投入产出周期 是三个月半年以后 他是今天投五分钱一个广告 第二天这个网站上销量就上来 那么第二天你决定投五千 还是投五万 那就是你的事情 所以他最早 那么他就当他后悔了 他讲我当时要按那个思路 我就是亚马逊 为什么 谷歌 在谷歌上面花的广告费最多的就是亚马逊 他一直垄断他各种各样的关键字 所以贝索斯能够成为世界的首富 好厉害呢 当没有人 当没有人给老胡做广告的时候 你看大圣在这边送我西瓜 立刻就 金鸡独立 跟别人不一样 等我将来有几万个人在直播间里头 各个人都上来送穿银卷的 这个已经 西瓜已经根本就没人看你的了 所以这就是大圣 我大圣我看了 大圣说英语 大家去看 关注一下他的频道 关注一下他的快舍频道 他就简简单的操作方式 他 我们群里头有多少一个英语老师 你看看那个叫谁 Tom 教英语的 还有其他几个做英语这个自媒体节目 做的非常非常棒的 我估计水平 真实水平应该比在大圣之上 你再看看大圣的快舍频道 30万粉丝 厉害吧 你看他怎么把英语做起来 大圣英语比我棒嘛 我看他的眼红 我还得做个英语频道 就这样 但是我要忍住自己 做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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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 所以大圣是一个聪明的人 大家一定去看看他的 看看他的频道 并不是因为他 并不是因为他送了我西瓜 大圣是一个聪明的人 你看他在 我现在在研究快舟 这些人在快舟 短视频这个情况下 怎么把一个内容做起来 怎么把你一个不是非常有优势的 这个内容做起来 这个 我刚才看见一个涂鸦 老王送我一个涂鸦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反正我知道是礼物 所以 我们就参考学习 我从身边人开始 我不讲我看了那个 郭东霖 郭东霖的快舟频道 建议大家去看 非常棒 他就是我要学习的一个东西 他的调性把握得非常好 我们讲 熟 但不庸 一定是要这个大众化 以后 然后要 要格调要高压 要正能量 看完了你的时候 觉得就是我跟你在一起 不走下道 不要去玩鞭炮炸裤裆 看完了以后 我知道你这种人品 我只是偶然看看 但是我不会对你个人 有多少的这个 你这个人好玩的一塌糊涂 我要跟你交朋友 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 我一直在苦苦的挣扎 就找怎么样的调性的一个内容 能够有潜力 能够反映出你自己的人品 你的格调是什么 不要假装读诗 不要假装读诗歌 你如果喜欢诗歌的时候 你喜欢诗歌 你喜欢庸俗都喜欢庸俗 但是你要得真 这个真你做出来的内容的话 你有丑陋的东西 你有小熟度机长的时候 你有阴暗面的时候 但是呢 你要展现给别人 这东西是高级一点的 向上一点 但是呢 也不要为了高而高 扭捏作态好可怕 这是我想追求的东西 我从身边的群友开始 看他们做 就像我们群里头有人做这个 做这个 什么 做的很大很大的 也是 所以我逮到这种人 就向他学习啊 这个非常重要 这种学习能力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可以放背景 真的 我还没弄好 我跟你讲 我这两天正在看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手机 手机直播的这个设备 我 我现在大概感觉 我应该买一个手机的这个声卡 然后用第二台手机来放音乐 真的大海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这个提醒是非常对的 所以下面真的是要 我现在这个 在PC上面的做的一套直播啊 用个大耳机啊 太复杂 我现在需要用这个一个第二台手机来做半周 然后一个是简单声卡进来 完全脱了手机之外的 完全脱离电脑这样 这样的手机 然后到时候我就可以大家告彩艺啊 我可以给大家唱打把归来呢 这样的老的歌曲啊 然后就 没有版权的情况 我会放 放我喜欢的这个音乐 让你听听肺域清 让你听听这个邓丽君 当然你要求我听这个听 听现代的我也可以给你听啊 是的 这个点子很好 我考虑到了啊 所以像这个大海这样子 这个就是好的建议 帮助我 哎 他有经验 这个经验就可以帮助我 我注意到了 我就告诉你 我注意到了 谢谢你的建议 杨哥我已经我已经看到你了 你的这个头像走到哪个地方 你都是很别致的 你这头像去的这个做得非常好 嘿我刚才居然有人有串音 可以放笨记音乐 杨哥 我没办法到你那边去捧场 因为我起来以后我准备这个直播啊 我看到了你在直播聊天室里头 那个聊天群里头说了 是不是很成功啊 今天呢 有多少人 如果杨哥你要是方便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语音连线一下子 嗯 坚持很重要啊 我今天 我今天的公众号文要发 呃 12点准备我发发那个 教你如何成为千万富翁 这一期节目 这是我做的非常非常棒的节目 我做了上千期的节目 这一期是 我真的是有信心讲 这是很好的一期节目 所以呢 今天把它整理成公众号文 呃 在12点以后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真的去看看 是一期搞笑 是这个这个是我想追求的一种 就行文的风格 或者说话的风格 但是呢 还不太适合快手这个东西 将来快手 我要找到在一分钟之内搞的 我这样子讲吧 老胡希望成为快手上面的断直手 这就是我的目的 但是我不要走庸俗那个东西 但是也不要做 我在另外一个平台做的那个样子的 这个宣讲这个纯粹 大家 啊你是讲鸡汤的 我我我希望 我希望把鸡汤的东西讲成段子 这个是我努力的方向 所以大家有什么好的材料 或者意见 可以可以多多的帮助 啊 那么 坚持很重要 是 Sissy 谢谢你送的小可爱 啊 啊 大圣讲英语啊 你这个很成功啊 我向你学习 刚才讲的 向你学习 你这个快手做的很好 嗯 英语着实一般般 你不要这样子 这个不用谦虚 并不是讲你要成为这个 英语演讲比赛 全国冠军 或者华北去冠军 才能够做东西 你是在分享 啊 千万 我我我我我讲的话就是 我们要做分享 不要做教学 当你从分享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就会有无限多的内容 包括你的人生的经历 包括你的所处的环境 让你看看西雅图现在今天怎么样 哇 好多年没大下这么大的雪了 这就是分享 这不是教学 教你西雅图也会下大雪 这个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 所以就没有必要 为了你的英文道歉 我这个地方真的要严肃的跟大家讲一下 有很多人讲 有很多中国人到了国外讲 一根老外仔 第一句话就是 Sorry My English is bad I'm sorry My English is not good My English is bad 你没有必要为了你的英文道歉 这不是你的道德品质问题 你没出轨 你用口音没问题啊 多少这个大人物都有口音呢 没毛病 有口音只是你的特色 不要因为你的英文不好去道歉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好多人都讲 I'm very sorry My English is not good 不需要道歉 因为你要是这样的 You are bad Your Chinese is bad 你很糟糕 你的英文很迅 不是一样嘛 不需要这样说 没问题的 所以你就分享你的英文 包括我们这个群里头老肖 在分享他背诵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这个东西 背到 昨天前天给我报告 他已经背到第14课了 你看 很多人讲他背不背不坚持不下来 我就讲老肖你挺住啊 已经到14课了 已经 这个60课背到14课了 不容易啊 并且他是有反对 他家里头也有反对 他成为朋友都反对他 我看看他能不能挺住 那么背到 背诵新概念英语第三册 马上就会发财 马上就有这个马同学去找你去做个外贸部的这个分布经理 不是 你做完这件事情 你发现你第一次自己做这个事情 一件痛苦的需要坚持需要努力的事情把它坚持下来了 并且在立排综艺 你最亲的家人朋友都不看好你 讥笑你的时候 你做完了以后这个东西 你完全会成为另外一个人 你下面就讲 嘿 人生计划 第二件事情可能跟英语毫无关系 但是你在做之前 你就会知道坚持 你就要努力 你知道不要听别人落里巴说 我自己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我才能讲新概念英语那一期节目 讲的 从新概念英语第三次开始改变你的人生 就取那个一个节目 那一期节目我跟你讲 广告费是在我的赚钱的前几名 然后这个吸粉率是极高 就那一期节目 你看我讲了多少期 我没讲什么 这个多少讲英语学习的 对不对 就那一期节目 为什么 人人心中所痛 他的核心是这样 所以他都能听得懂 我讲的是这个东西 是的确是这样子的 我是这样子要能做成 然后最后我的人生一定会走 走路开阔处 我对自己有信心 我能计划做大事 但是呢 好多人尝试啊 就看了那期节目以后 就买买第三册的书 然后把自己这个买过的书 然后崭新如初的 拿出来翻翻看看 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 好多这样的人 然后呢 该撸穿撸穿 该干嘛干嘛去了 就是这个道理 只有几个人 我大概知道三个 还是四个五个人 真的是 看了那期节目以后 把这个性感情全背下来了 这些人 今天就是不一样的人 他可能不做自媒体 他可能不再被第二本 不再被第四册 或者英语以后在他里头 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但这个人一定是完全不同的人 他会找到自己兴趣去做 就是这么厉害 跟我今天给你教你的 如何成为千万富翁是一样的 意趣同工 今天的公众话文 你一定要去看 主要还是要拍热门段子 对的 这个调性是对的 就是要以段子的形式来表现 表现一个 听完了以后 他心里头有所感 心里头就是 真的讲 就是讲乌龟和兔子 最后把这个故事 讲故事后面的寓意讲出来 这点是对的 所以我在这方面 一直在这边 在这边折腾 阿伯他讲快手有没有音乐版权 可以笼统地讲的 这个在你做视频的时候 然后旁边可以选择一个音乐 在他里头的 供你选择的 诸多的音乐里头 应该是没有版权问题 然后你从线下去录一个东西 去弄一个 现在最流行的某一个音乐 我不知道国际的 上面的某一个 这种音乐 有没有版权问题 这个我就不清楚 我只知道抖音 跟所有的这些 大的版权公司都签约过 在这个问题 在抖音里头我是清楚的 在快手里头不太清楚 我估计也应该差不多 应该是应该是没有 就是会放心的 那么他也就是你在这里头 在比如说快手上面 做一个东西 有一个音乐版权潜在的问题的话 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顶多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给你下架 我还没有看见 在国内的这些APP 音乐版权下架的问题 你在别的地方 发布这个视频 就会有问题 你在快手 在APP里头发布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我就是 等我这个升卡起来 然后我就给大家 所有的东西都有背景音乐 然后我们就可以聊音乐 一个音乐 我讲 我曾经讲过这个话 你喜欢一首歌 因为这首歌 说的是你的故事 所以我们将来可以听音乐 讲故事 就是你这首音乐 让小叶想起了他这个小学隔壁班的同学 那张盖了油搓的贺卡 送不出去的 他一定会有首歌 跟那个情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到时问问小叶喜欢的是哪一首歌 这个 谢谢老王 老王刚才送了我 送了我什么 我不知道 我没在意 但是我知道老王 我就知道老王送了我一个东西 快手最火的形式就是两人PK 我不知道你讲的是直播还是讲的录播 理解 这个PK才有火花嘛 才有这个 才有梗 才有其中一个人 不按套路出牌 这个理解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形式以后 你一定要看到形式背后的这个心理 就这么简单 曾经我可以跟你讲 我考虑过做一种节目的形式 那个时候叫不出镜嘛 对吧 就是用微信对话的这种方式 有人把它做成小说 一段一段这样 其实就是把这个段子来 就是做简单的动画 这个动画 不用去学动画 你知道吗 在PPT里头就可以做这个动画 就是你把那个配音过去 那个像微信聊天一样 嗯 来一句话 嗯 来一句话 嗯 来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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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简简单的动画 可以是这种 网上收集各种各样的段子 就做成这种形式 这个就非常好 我曾经在不出镜的时候 我曾经想到 这个会比PPT高级 又是小段子 但是后来我一旦出镜了以后 就是青州已过万从山 所以这些东西 我都不再去思考它了 我找到了跟你说话最直接的方式 面对你 怎么PK 我试过了 Chris 电脑上面试过了 电脑上面试过 电脑上面的这个播 只是游戏直播 其他的方式 都没还没有手机来的方便 所以暂时不在那个 点一下PK 看匹配到哪一个人 诶 我这边PK在哪里啊 我这边没有 这个选项上面没有PK 这个选项啊 有联脉对战 你讲的是不是联脉对战 呃 礼物特效 音效 分享 直播推广 评论 直播心愿 拆口令 进场提示 设置 我没有看到 你就是讲 可以随便找一个人PK啊 完全陌生的人 呃 我没看到PK在哪 你告诉我 呃 呃 点一下PK看匹配到哪 国内任何平台都没有版权 呃 Lucy 嗯 Lucy也会点亮 Lucy还没有还不会这个 连线啊 她还有技术问题 我玩快手两年多了 刷出去五千块钱 当然基本上都是这个 呃 这个小姐姐小妹妹 我估计 但现在来一个这个老腊肉 我看看这个大海会刷多少 哈哈 直播PK你试试 那个按钮 我没找到 你的大海连线进来 告诉我 教我一下子 对战 对战 我这个按钮里头没有看到对战这个 按钮啊 连麦对战了 是吧 是这个东西吗 我现在就点它 我打开 啊 快手对战的规范及规则 然后随机对战 同城对战 才艺对战 啊 好友对战 哇 这个厉害了 这个我我点哪个呢 就是我如果点对战以后 就会就会变成什么情况 我不能现在不能下点 因为会出现意外情况呢 万一 啊 所以所以谁要来告诉我 大概会出现什么样的最可怕的情况 我 我要 我不能这样完全随机 说不定我准备一下明天就可以随机 啊 聊起来 那么我一旦随机以后 会不会是会是什么情况 点一下就会有陌生人来 可以 哦 我刚才已经点了 现在 现在看这个大圣 要 语音跟我互动 我看看 大圣怎么叫我 无限自由我刚才找到了 我已经找到了 那个 喂 喂大圣你好 老虎你好 老虎你好 有点小啊 调一下声音 对对对 我这边声音可以吗 可以了 现在 嗯 你好你好 我刚才讲的 你的快手做得很好 向你学习啊 没有没有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不久的时候 你看一年都一年多一点点时间做到这个规模 很厉害嘛 就是我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你刚您刚做的时候 我还追过您的视频 嗯 但是到后来就追不上了 就是您发的视频太多了 嗯对 对 好的 你现在 有个疑问呢 这些视频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吗 是我一个人 就是 没有团队吗 没有团队 需要什么团队 张水就说需要什么团队 您的这份坚持真是太让人佩服了 没有啊 我只是坚持每天 呃在网上 跟大家这个见面 但是 我有好多频道讲了要日更 要做什么节目 都没有坚持住 啊 这个所以 呃 大家都讲我这个坚持好厉害 我听了都很惭愧 所以我下面要 要努力 要多出节目 但是您的您做的这些成绩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哦 那都小菜一碟了 才一万个 这个算什么 不算什么 你都远远超过我了 追不上您 没有没有 这个平台的玩法也不一样 就是粉丝的积累状态也不一样 因为在 YT那边 它那个积累的状态到这 到这一面的话 完全是两种状态 这边来讲的话 还是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嗯 好的 我这是而且 我是调性还没有没有把握住 但是 从国内这个平台来讲的话 它这个基础流量会大一些 嗯 推送和算法也不一样 人比较 人的总量在这边比较大嘛 好 你现在教我这个 刚才讲这个PK是怎么回事 大概 你玩过吗 我跟你讲一下大概 就是我没有玩过 但是我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一下 就是你点那个对战功能之后 它可能会出一些选项 对 4个选项 假设说你选择 你选择随机的话 嗯 就会把你的屏幕分成两半 嗯 就是在上半屏的时候分成两个部分 嗯 一个部分是你自己 另一部分是对方 是 当然了就是在对方那个直播的屏幕上 也会出现这两部分 是 人会大概现在屏幕的四分之一的样子 是不是 就是在这个评论区以上分成一半一半 对对对 然后你们俩中间会出现一个对战条 也就是说 会有一个分数的PK 嗯 好 这个分数有什么决定呢 会由这个双方直播间刷礼物的多少 哦 包括一些一个点点击屏幕的数量 嗯 好 如果人 嗯 如果直播间的人数相对来说 比较平衡 而且人数相对多的时候还有一些暴击的可能性 就是说大家戳屏幕会会出现这种暴击 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种密集的这个戳屏幕也会导致这个分数就像爆炸一样上去 对对对 不会是连续的 比如说1500 下一个一闪就变成了1800 然后2000这样子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好的 正常来讲的话PK应该是 几分钟啊 三四分钟吧 PK结束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叫做惩罚阶段 也就是说你们之前会约定好一个玩法 好比说谁输了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说弹几下脑崩啊 就这种 这样子啊 对 那么这时间是谁规定的 是平台规定的 比如几分钟时间 官方 官方规定 到时候他就会讲倒计时多长时间是这样的吗 多少秒 他会显示的 他底下有一个时间的技术 PK的输赢是 双方这个直播间的互动情况 并不是讲这个才艺对比 或者是并不是讲这个互动啊 是这样 所以这个游戏挺好玩 就是说 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拉票的这个状态 这个挺好 但是明显比如说跟我PK的人是 现在他这个直播间里头有一千个人 然后这十个人 显然是要被他这个虐死吧 这种悬殊的PK状态可能不大会有 除非是你选择不是随机的或者说你跟好友PK 懂了 假如说你跟我PK的情况下 因为我这个粉丝技术比较多 可能我们直播间相差可能就会悬殊一些 对了 假如说你点随机的话 可能系统就会匹配到和你人数基本相等的这种对战情况 好的 了解了 那么他会不会进行主题匹配 比如说这个是游戏类的主播 另外一个是这个情感类的主播 他会不会这样的跨界的匹配 这个我 这个我倒是没太傻 因为他平台可能也不会 他不知道 他不见得可能 给一个主播这种做一种直播的定性 这个我还 应该会有内容标签 他不见得会告诉你 他后台根据你的这个视频 可能会有 对对对可能会有 好 那么就是下一个就是 但是我见过的大多数情况下就是 他随机PK的状态就是各式各样的主播都会连 好 那这个PK的时候是不是就是 如果有人跟我PK的话 马上就会自动的进入这个连线的状态 就是声音和图像都是通的 你刚才图像讲两个人显示在上面 都是同步的 直接就连迈了 我现在两个直播间都能听见 对我现在跟您连卖的状态就是现在是实时的 对我现在看您直播也是实时的 假设说我们现在不连卖了 其实我看您直播是有一定的延迟的 对的 所以这就为什么连卖的时候 昨天有人一讲一连卖这个视频质量就下降 就是这个道理 卡就卡一下 是就连卖的时候会卡一下 也就是一个时间的这个论和 了解 了解 所以这个对 这个好 这个好 我觉得他这个连卖啊 就是对战这个情况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假设说您点了这个连卖了 连卖对战了 好比说另一个人也在连卖对战 可能就会他 你们两个分别会进入到这个序列里面 分别有一个池子 就进入到这个池子里了 然后大家就随机匹配碰撞起来了 然后就对战上匹配上了 好的了解 像我这样的现在10个人我估计他都是展示不够的机会 我刚才点了他是不是意味着我应该在这个等待PK的这个里面还是什么 应该会迅速的PK上 因为平台上就是PK的人会很多 但是现在没有人跟我PK 是不是因为我刚才没有点到那个东西 我对我刚才是关掉了 我并没有选这个点PK 那么我们现在我现在再来试一下子 比如说我现在跟我连卖的应该是不会PK了 应该不能PK吧 对他告诉我正在连卖中 所以呢他就等于就是不允许我开启那个功能 对对对对 这个大海确认了讲就是就是两个人也能PK 你也可以我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 就是我就讲不是讲尴尬啊 就是一上来两个人都不认识 然后就相互打招呼 你是哪你在哪你干嘛的 是不是大概是这个套路 是是是是这个东西 嗯 那也可以啊 实际上这样子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啊 这个这个我们从产品这个角度来就聊的话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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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 是这真的是很好的就是这个呃能增加这个平台的活跃度 能增加这个娱乐的这种氛围 而且还能激发就是人们消费的这种是节奏 就是为维护自己的这个这个播主嘛 啊对对对 然后你看你看您进入这个平台之后 一下能剖析到这个各个功能的这个根源性的东西 背后全都是人人性 包括我注意到他这里头有个红包这个东西和挂棒 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设计 所以我就讲很多人讲这个这个东西漏 我跟你讲任何一个东西 他只要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 这都是深刻符合人性的地方 所以将来哪一天这个APP不在另外一个在的 他同样是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目前从快手这个角度来讲啊 我还是自己还是比较清香比较喜欢快手的 我觉得它更人性化一些 包括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这么一个平台 对 我有一天就是您好像第二次直播的时候 我好像就问过您 我说就是为什么来快手这个平台呢 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您挺适合快手这个平台的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您说话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 嗯 而且就是有这种人情味的感觉 而且就是这个快手的平台呢 更倾向于给大家建立这种人与主播之间的这种粘性 平常的交流 对 而类似于别的平台 例如某某平台 它呢更多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 个人在此 利用这种 作品的这种 对 持续的这种作品的输出 让你产生对 就是在带给你脑电波的一种持续的刺激 嗯 然后让你不断的去耍这个作品 不断的去刺激你 对 让你停下来这种状态 而不是说跟人之间 对着做那种直播的交流 嗯 比较单向一些 嗯 就是那个交流 这个就比较双向一些 理解的一个间谍 对 我理解到 所以我为什么看到一些很小很小的这个直播间里头 那个粉丝活跃程度 那种打赏的那种程度 我看到一个很小的 比如说 一个直播间里头 大概就是 直播的正常同时在线的人数 没有超过120个 我连续看了好几天 嗯 他每天晚上 他他卖课程 他就卖课程 买他课程那些人 打赏的数字 超过他课程的价格 很奇怪 他一个晚上就这样的 一个晚上能赚 六千到八千块钱 所以我就理解 我就能够理解 上次我们这个 一个群友 很正常 我们一个群友里头就是讲 他讲我找不到工作啊 我现在就在家做直播啊 然后有个同学 有个朋友 女孩 也没有工作 我就叫他过来做做直播啊 一个晚上他就讲这个 里头就是十几二十个人 他一个晚上能赚 呃 几百块钱 好的时候能赚六百块钱 这样 所以我讲 我就想试图理解这背后什么 不是讲 钱背后反映的是最深刻的人性 一个人叫冲动到什么程度 要用钱来表达 这个是 你这个人性的这个点就抓对了 你只 你不要看见就是 只是大哥打钱给那个这个 这个小女孩或者是 呃 长相好的 这是一个方面 后面人性的这个代码 底层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他有这种冲动去打这个 嗯 你也能感动他的时候 他也能够同样给你打赏 这些人 为什么就是有一篇文章 人家全国会监款几十万上百万 就是这样的 同样有这样的人 能受感动 对吧 你只看见的那个那种东西 哇 大哥买买花送一个人 就是在这边送完了以后 我也不需要 我是打赏 我讲的打赏是打给所有人看的 不是打给主播的 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片面就是这样子的 我刚才也讲了这个 像大圣我讲的那个东西 我讲你送送我西瓜 我不知道你特别喜欢 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从商业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是运营 你是做生意的人 你就应该在这方面 明确的感觉到这个东西 对吧 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玩这个平台 现在是有七个多月了 七个多月 我在这里有一个 其中我有很多的感悟 其中之一 我就觉得一个人来到这个平台之后 从观望了很久之后 走入到一个刷礼物的状态 我觉得是一个质的改变 对 因为他就会有很长的潜伏期 他会去观察去看 这个期间他是不会去刷礼物的 那么一旦他走入到刷礼物这个期间 他的心理上是有一个很大的飞跃的 这是不是有点像我讲的 你在腾半天最后哪一天决定出镜 那个时候你就人生新的阶段的开始 包括现在我也做过几期直播 但是目前我的视频这一块还是没有出镜 还是您的那期视频我看过 我还是有一些障碍 理解 这个是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 我现在都是到这个阶段 我讲的你出镜不仅仅是为了做节目 真的是为了面对这个世界 重新认识自己 让你有勇气去内省 因为你担心自己说错话 担心自己这个损别人 这全都是心里头的障碍 当你心里头不是这个样子想的时候 你就有勇气站了 你就不会再在于长相 你会在于这个说话 口音或者其他东西 因为你你当你完全自己心理建设足够的时候 你就想我对这个世界也有意见 也有表达 并且你相信自己诚恳的善意的 你就可以你就会有勇气出来表达 所有其他东西全是找借口 前面其实心里头就是还有阴暗之处 知道自己还有下山滥想法的时候 老想藏着自己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勇气 你怎么样你都会找一个借口不出镜 等到你完全自如接受自己 走到镜头面前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是很舒服的感觉 为什么呢 你会物以类聚 你会找到真正喜欢认识你的人 你不要绕弯子 直接就是一个微信过来 像人家给我一个私信过来 我就知道这个人靠谱 三言两语 我知道的人靠谱 有的人问我 跟我做好长时间的这个互动 还在那问我怎么规避版权的这个问题 我就最后就想算了吧 这个不要去做这种无用功 但是讲了多少次还在这讲 版权那个问题 刚才您说的版权那个问题 国内的平台的话 版权还是没有那么严格的 对 理解 这个是一个过程 但是你要理解到这是一个趋势 到那个时候 因为版权这个东西是 技术上面还有最后 那么最后一公里 等到这个版权维权极低成本的时候 就是那个一页之间一个文件翻牌的时候 因为现在我也在逐渐的观察平台 它有一些功能在逐渐的仿照YT的来做 包括前段时间 因为我的现在的粉丝量到了一定的级别 它就会给我一些推送 功能的推送 包括前段时间它有一个 Advertisement sharing plan 是什么 对有这么一个计划 Advertisement 就是它内部一个测试的功能 类似于YT的 你达到一定实验室 基础用户的时候 开通一些功能 它会对 它会给你配送那个 Advertisement 它怎么配送 然后 就是它给了我一个测试 它让我先测试一下 就是广告显示在哪里 您听我讲一下 它先给了我一个推送 推送我之后 它问我就是 你想不想参加这么一个测试 我这肯定是同意的 然后它问了我几个问题 然后我留了我一个联系方式 然后我的列表里多了一项功能 然后我进到这个功能之后 它会给我一些选项 它说 你想在你的作品里植入哪方面的内容 然后你可以选是类别 games or一些商业化的东西 还是一些推广 然后你会选 然后你会选 选完之后它会跟你确定 确定完之后 就进入推送的一个状态 然后现在我推送了有五六天了 有六功能有五六天了 有一定的收益 广告怎么展现的 你这本身就是很短的一个视频 它怎么展现 在前还是在后 就是在这个视频 我用别的朋友的手机看的时候 是在视频播送完了之后 有这么一个广告的展现 好原来是自动循环播放 现在是播放完了以后放广告 然后再循环 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的 好的 那这个广告应该是几秒钟 对吧 对 大约也就是五秒六秒 好的 对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并且这个是非常棒 我们讲这个短视频里头 加广告很困难 对吧 但是呢 由于它属于一个 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 这种自动循环播放 所以这个就非常厉害 所以我注意到这个短视频这个特点呢 这个 它会自动循环播放 所以你实际上 片头和片尾 你要考虑这个循环播放 怎么样让它做到无缝 这样子能够提高 提高很大 有的人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稍微有一些不太自然 就是 怎么讲了 就是让用户感觉 就是这个体验的状态还是不够完美 嗯 还是有一些需要改进的 那当然 那当然 但是我可以想象到 刚刚上线 我可以想象它这个广告的播放率 是应该是会很高的 因为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广告已经开始播已经播完了 因为你看 我是你 我很早之前我就关注你们 包括在讲一些个YT平台上这些个收益的时候 我也就了解整个这么一个过程 我没想到它快手也给我推送这么一个功能 当时我接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就非常的amazing 特别的惊讶 对 所以你注意到快舍现在最近一线明星全部进来了 我估计它后面的发力会非常非常大 对啊 这是真是一波流量的红礼 我觉得真是挺让人 挺让人兴奋的 因为它完全是一个被动的income 对 对 好的 所以你看我今天也学了一招这个广告 我现在越来越慢慢理解 然后呢这个PK 我一定要玩这个东西 刚才有人讲了PK可能是同层PK居多 我现在这个并没有打开我的这个地址定位 为什么呢 因为地址定位的话 因为我不需要 我这边我个同层不会有多少人 所以我就刻意在视频发布的时候 关了这个同层这个功能 所以我来试试看看 打开这个同层 我再来试 今天我一会等下没有人连线的时候 我就来试一下这个PK 看看有没有人能找上一个人聊两句 也挺好的 好的 我喜欢这个平台 挺好玩 对的 可以试一下 好的 好谢谢 老王讲申请连线 你又没有连线 你又没有在这个 我现在连他申请不了 不是申请应该可以申请 就是他有一个申请的列表 对有一个列表 观众申请里头没有申请 你直接就是申请就可以了 我还没有试过这个功能 我还没有试过这个功能 现在就是一个 一个纯分享的阶段 你连线没有成功 你都 因为你必须 你必须在这个 你连线的话 这个连线在你的这个名字后面 会出现一个就是 叫做什么 出现一个 我这边应该看到一个按钮 叫是否接受 我一点接受 就连进来了 对 你现在还没有 老王也是新手 他没有 他不知道怎么操作 你看 我这个 目前这 咱这11个人都是群里的吗 不太清楚 应该可能都是 因为这个平台并没有对我进行推广 现在这个样子 是不能同时连两个人 老婆我再给您一个建议 你说 因为您看 您之前也录了那么多的视频 我觉得 可以在您的这些视频里面 截取一些 相对来说 就是 成一个知识点的这种内容 我懂 短一点的 在这个 我曾经想过去把这个东西去整理 做一个列表 然后就因为 那个上面可以那个东西吗 我现在呢 更进一步 我做的更彻底 我准备那些好的东西 我全部把它做成问答形式 做成小节目 哦 就是我先把我的 就是我的见解跟你讲一下 嗯 他现在目前国内的这个短视频平台 基本上都是 控制在一分钟之内 对 他要求的是完播率 对 也就是说你的完播率越多 那么他这个推送就是 会把你往前推 是 就是完全要看完播率的 理解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好比说你的你的视频是20秒 那么你的完播率就会很快 嗯 如果你的视频是50秒 那么是不是很多人看到30秒的时候 就把它关掉了 对 这个我理解 那么我的很多视频呢 就是十多秒 对 大家可能听完之后 我这个视频完播率就OK了 是 那么 那么系统默认的算法 就会把我往前推 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最开始定在15秒 给您的建议就是说 对 对 就是给您的建议就是 你把您的视频的控制在一分钟之内 因为毕竟好多的视频是讲解性的 对 然后把你之前 因为我看知道您的视频 真的是好多好多的内容 都是现成的 就是把它直接发布过来 我觉得OK了 理解 我现在这个 再一个就是 这种内容 内容的 有的是平台的特性 有些东西是不能在国内发布的 对 所以你理解 你就可以选一些 选一些自媒体 OK的东西 跨平台的 就是一些指导将将出镜 将将等等 但是呢我暂时没有在快手上 做这一类内容的想法 因为我不会在这快手上面 卖自媒体的课程 所以我 我就准备 现在要尝试在快手上面做段子 这是我想的 就是在快手上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提任何的其他平台 对 这点已经多人警告过了 我自己也有这个意识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您发段子的时候 要选择一些高峰期 这个时间我都没有特别在意 三个高峰期 你说 就是很简单的三个高峰期 就是早上 几点到几点 大约是七八点钟 七八点钟 起床以后的一拨人 就是人们起床后 他会有一个高峰期 就是起床后 在上班之间的这段时间 好 还有一个时间呢 就是十二点半左右 就是人们吃完午饭的这段时间 好的 这是一个高峰期 那么再就是晚上下班之后 大约是在六七点钟 七点左右吧 晚上七点左右 不是国内的时间 对 为什么不是九点以后吃完饭了 老婆小孩都安登好了 就是他七点 我是这样感觉的 就是七点左右是整个晚高峰的一个开始 因为我 就是每个人 我现在我的号码后面 他会给我一个后台 我的后台是有一个曲线的 就是整个用户的活跃度的这么一个曲线 那么在大约六点多钟的时候就开始 这个线是往上升的 好的 就是晚上大约六七点钟的时候 至少我的三十万的粉丝是这样的 好 我理解 他一个整体状态是 他会在六点开始升到高高高高高高 高到二十点 就是晚上十点 十一点左右的时候 他会达到一个顶峰 然后再逐渐的下降 好 到凌晨的时候 他一点点再降下去 好的 是这个状态 谢谢 非常感谢 那么你在晚上六七点钟发布段的时候 他会整体迎来一个晚上高峰期 好 我理解了 那么我就问 我问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你这个后台 你是账号 这个粉丝达到一定数量 才有一些后台特别功能 是这个意思吗 我现在后台看不见 您现在应该也有吧 我有 就是在您的 我只能看见消息数 私信 这个订户数 你的账号主页 后来就是你的账号主页上会有一个曲线 然后一个往上一个勾 你没有吗 没有 我现在还没有 那就应该是你 移民转发布 喂 断掉了 那个 链接断掉了 这个大海奖认证一下快手大V 怎么认证法子 这个总共100个订户 我就能成为大V了 能认证嘛 最起码只要多少才能够可以吧 对不对 刚才这个大圣断掉了 我们现在继续连通 老王你琢磨出来是不是没有 怎么 怎么这个 怎么提要求 刚才可能切换了一下就断掉了 没事 就是我这边后台还是肯定没有 我估计是到了一定数量 比如说1000或者10000粉丝 对那应该是 我现在是能看到的 对 就是他后台会有一个关于你粉丝年龄段的统计 还有一个你粉丝活跃度的统计 再有是你粉丝地区的统计 很详细的 我觉得那个数据也挺有用的 好的 对理解 大海讲老胡是资深自媒体人 我怎么证明我资深自媒体人 没有人发牌照给我的 没有讲德国什么讲的 资深 我甚至可以讲的 就是个 呃 再说吧 这个这个方法我们再聊 现在是100个人就想这个做这个认证 你得把东西做出来 做到几十万的上百万你才能够 才能够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您在您在您在快手上肯定会 呃 有一个很不错的这个发展和状态 希望是这样子 我是我会用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快手 这是我对这个东西高度重视 所以我原来的那一批观众里头有很多人非常顽固 这个觉得这个短视频这个平台是是暂时的东西 是这个东西 我不觉得认为这是对人性最深刻的阐释 从当年我要你讲历史 从当年的这个这个推特推特 那个144个字符和这个微博起来这个故事 你就可以看见 这是最展现深刻的人 你再有时间 他就愿意一分钟一分钟刷 30秒30秒的刷 他不会讲我看到一个人两个小时 你只有在30秒的视频里面建立了你的人品 他才会进你的直播间 进了你的直播间才有可能买你的书买你的商品 才愿意跟你交朋友 所以我一上来全这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东西 我最忠实的粉丝也没有多少人会去看两个小时 他直到那里头有五分钟是可能改变他人生的 他不会去看 就是当你左手春宫右手佛经的时候 你90%的时间会再看春宫 不会再看佛经 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一要下大功夫 既然是段子是这个突破口 我就要用段子的形式来进军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你听完段子以后哈哈一笑 再来在我的直播间我们再来聊了人生聊方法 聊聊子女教育聊爱情婚姻 是这样 大概我的逻辑就是这样子的 老虎就是能对你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吗 可以啊 你是讲什么形式或者是怎么样做 没有没有我就是就是我内心就是想问你两个问题 就是说您来到这块就是有什么后续的打算吗 就是说一个短期或者长远这么一个目标计划吗 我的长远计划就是在国内做这个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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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我讲分享分享 我现在为什么这个直播间我就叫做人间指南 你听我已经讲过了 为什么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这个标签以前 我就讲人间指南 为什么讲 就跟我在那个另外一个直播间讲的就是胡聊 就是聊天 就是其实就是聊天 但是呢我讲聊天的话可能就太犯了 所以我现在决定用这叫人间指南这个 这个指南我就要解释一下的 不是老虎给大家指导人生 而是在这我们分享人生的故事 将来我要做采访系列 把瀑布扑通通的人 把阳春北雪的人 把夏里巴人全都到这个地方来来讲故事 每一个人人生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故事 那么我就希望把在这方面能够能够有足够的成熟 人间和准备 将来有这种能力 每个人接受采访的都不是被挑战的 而是被启发 而是被被温暖 然后他讲能讲出他平时在其他场合都不会讲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就成功了 然后听众能够听众 比如说类似于一个 听众能够感同身受 谈话类的节目 对的 那么可能有一段时间会集中采访作家 艺术家 可能有一段时间专门采访 民工 炸烧饼的 开小店的 都没有关系 真的挺好 这个是我并不是讲看中这个东西有前途 而是讲这个是我对人关心的一个最本质的东西 我就对各种各样的人好奇 因为他们的人生 他们的经历 丰富了我的人生 我这一辈子不会再去开一个烧饼店 但是我希望他背后的故事 你看到的广告 你看到的新闻是这样 开烧饼的一年能赚几十万 在老家盖了多少栋房子 那么我就希望听听他背后的故事 你只听到他盖房子 你有没有看见他几十年 每天都是两点钟起床 受过多少的艰难困苦 背后有没有故事 我不设定他有个悲惨的人生故事 我只是好奇 给你提供这样一本让你来说出来 然后我希望我通过有 有一点点技术的这种问话 能够细水长流的 能够让他非常自然的表达 不是第一个问题 你痛苦吗 第二个问题你幸福吗 第三个问题你成功吗 我看那个908他要申请连线 十分着急 那让他先连一下 好的 这个908我已经看到了 他在这个排队 好的 谢谢 好的 好的 谢谢 反正希望你这个常来 我有好的东西要向你请教 谢谢老胡 我在您的身上也学到了好多东西 希望我们能时常的交流 相互学习 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一个人如果只对别人有要求 好的 谢谢 老王这一次就做对了 这个连线就对了 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排队 所以跟大圣在说话的时候 我已经看见你在排队 所以就对了 并且是你在旁边有个接受按钮 现在连通当中 现在在通话当中 你可以说话 这是什么效果 你你们说 你们 那个老胡 你已经爆卖了 老胡 这是啥意思 老胡 老胡 你听一下 好了 你等一下 你们先来说话 我现在放工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老胡 我是胡 我是胡 我们随便可以说 那个我们现在是7个人 我们现在在一起打打架吧 老胡你上电视了 你现在 老胡 你现在在那个 在瓦利哥的直播间 然后我们都能看见你 然后能听你说话 都能看见 他就是镜头对着这个 我这直播的这个 我结一个图给你看一下 我知道 他把镜头对着我的这个快手直播 你在马力哥你在马力哥的镜头里面 我知道 他这个是他这个是严重侵犯版权的问题 老胡你不让老胡没有 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老胡有没有听见吗 我已经是现场直播老胡的直播 所以所以你一直想走 然后你就走不了 你又一抓回来了 他在现场直播 好了我要收他的转播费 瓦利哥 你首先到这边来刷礼物 然后每个15分钟来刷个礼物 然后在那边你就可以转开 玩的不开心了 可以回来 我不会回来 你们要回来找我 你要在瓦利哥里头和我之间选一个 你不回来 我们就拜拜 等我腿长得很粗的时候 我就不给你报了 到那个时候 你不要讲老胡 我是从第三百零一号粉丝就关注你了 我们是老交情的 对不起 那个时候我就要狗眼看人低 跟你翻脸 在经受考验的时候 你就没有经受受考验嘛 不是吗 蔡小姐你要说话吗 昨天我是第一次说话 老胡必须要在菜股上 现在我是主持人 你们一个一个说 下一个发言都是谁 好 蔡小姐现在给你5分钟的时间 太多了5分钟太多了 这个平台就是60秒 老胡你不要抛弃我们 我们那么多人在等你 我已经刚才都讲过了 是你能惊涉不了考验 我不是胡老师 这样说话老胡能听见吗 能听到我放的是公放 能听见 但是已经大海提醒我们 这样子是这样子这样子不好的 那老胡好好听听 嗯 听美人来一句 这个严实我估计就很奇怪 美人就剩一句了 啊 这个严实可能是转了好几个圈 我们别乱聊 这个好了 我不然都太乱了 这个 好的 我知道了 说完了大家都说完了 啊 就是从谁先开始 啊 一句话 一句话 这个点评一个新闻事件 这个新闻事件 就是老胡开快手直播 一句话点播点评一下 不能没人说我说了 嗯 嗯 灵灵姐你说吧 注意不要 注意这个是快手平台直播 你们不要乱说 我一说我在手 我在外面用手机 我一说我就看不到油管那边了 我一转到微信这边说话 我就看不到油管 所以我我看油管 我就把微信这边声音给关了 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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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了声音 你一个句子 你一个句子里头 已经违规好多个这个平台了 不要这样说话 会害死我的 那边不让说 嗯 别说 好的 他们都不说 我就给你一个断线了 采访一下 采访一下老胡 就是说你这两天去快手直播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之前虽然我在国内 但是我都很少用快手 昨天我也是第一次下快手 给你刷礼物我也不会刷 给你刷了一瓶酒 你喝完了没 喝完了再来两瓶 听到了喝完了再来两瓶 然后再再带 你什么感受 现在在这个快手直播 很爽 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还是怎么样 长期的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长期的 所以你们就别等了 那边只会录录播 不会直播 除非这边把我枪毙 老胡说话我们能听见吗 当然能听见了 所以 老胡说话能听到 就是你 所以你们别等了 短期之内 几个月之内是不会 那个 你们就在那边看录播吧 老胡说说敢想吧 现在干不了 当然了刚开始 一开始人也不多 就十来八个 十来个人 我看个老胡能在快手上 能坚持到 能坚持多久 不存在坚持问题 当然老胡能在快手上 刷出一条路了 本次某某种 我们也看着你了 看着你也在快手上 快也要变成坚持的快手 好的 真正其实我已经多次讲过了 是这个快手慢手都不在意 只是一个人性的练兵场 你到这边来就对了 所以就不应该对任何一个平台有偏见 就这样了 老胡你好 我们想你呢 我是杨哥 你刚才就是 刚才我还先去看你一眼 对啊 你都在那边来了 老胡你是不是不在乎这白色的人呢 你说亮下去亮下去了 你们制造的噪音太大了 我要给你断卖了 那好吧 我先关掉了 好的 好的 谢谢老王 让我 哪里是关掉啊 让我知道 有一些人在背后 就是做小动作 好 我现在要来试 刚才讲的这个 叫做什么 连麦对战 这个东西 叫做随机对战 随机对战 我现在就等于就是 随机了 我看看它能不能够连上 华一 哇 华一 赵小胖 你好 挂了吧 你好 爷们儿 挂了吧 不批了 找个年轻的批吧 可以 你可以挂吗 还是一定要我挂 别 谁挂都可以 挂掉那你就挂掉吧 可以 谢谢你 有缘 你去找一个 我们再见吧 再见 我给你点个关注 谢谢你 有没有必要勉强 好的 没事 好的 谢谢你 再见 好玩吧 你们看到了没有 你们看到刚才发伤的没有 就是 哎 谁 我现在现在是什么状态 现在你们听见能看见吧 对吧 大海 你告诉我 刚才连到了一个赵小胖 因为他嫌我不够胖 立刻就嫌弃我 不跟我啰嗦 那么我继续再试一试 我继续再试试啊 那么这个还是蛮好玩的 就像漂流瓶一样的啊 我来试一试 连迈 随机对战 看看 看来我要把这个 又没办法把昨天那个小胡子贴上去 喂 你好 小旭 你好 我想换个女孩子 好的 好的 谢谢 没问题 再见 大家看见了吗 大海 你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 是不是女孩 跟女孩聊天 女孩是不是 如果连到另外一个女孩讲 对不起 我想换个男孩子 会不会是这样这种情况 Chris 你这个 大叔 大叔跑到快手雷 跟人家连线 你想干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引起别人怀疑很正常的 对不对 所以能够理解 很好玩 我看看 我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 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跟我这个 随机对战 非常好玩 看看哪天真的是哪个人 一面投缘 就能够 喂 喂 这是个大哥秀 你好 杨文尔大哥 你好 这个 我是第一次玩这个东西 我是在快手上面没有到过一个礼拜 所以呢 向你学习 这个 你是戴姐 是吧 你好 你也是第一次 好了 那我们是同病相连 你好 好 那个 你 你人在哪里啊 我在西雅图 你人在哪里 还在 中国河南 河南 好地方啊 这个 你是在快手上做了多长时间了 有多少粉丝啊 没几天 是吧 没几天 哇 那我们就完全一样 我都还没超过一个礼拜 向你学习 我今天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呢 这个 想鼓励 鼓励这个 来玩玩 你看 你有什么就是有趣的东西可以分享给我听听啊 我这边 嗯 我这边也没事有趣的 那边就是干的职业就是给人介绍对象 哦 鼓励太卡了 哦 挺好啊 你成功了多少啊 成功了多少队呀 成功多少 也成功了好几个吧 那不错啊 功德无量 我老头挺好的 你挂手是不是 压给我的鼓励 能成就人家的姻缘 这是最有功德的事情 对 俺只是 抢出来做好事 嗯 挺好 挺好 现在这种事情难不难呢 现在大家都是在网上聊天啊 你这种 这种 就是给别人介绍的 难不难做这种事情啊 也不能说不难 也难 也不难 只要良人愿意那就不难 哦 那你这个 那你这个就是客源从哪里来呢 比如说人家怎么会相信你 是不是都是你身边的熟人呢 还是讲网上的这种业务来源呢 这都是网上自愿的 网上自愿的 好厉害啊 就是说你你不见得跟这个男方女方你都不见得认识 但是你能够把他牵线把他这个 能成就姻缘是吧 哇那你好厉害 你这个可以把这个规模再扩大就变成一个公司了 对就像四季家园那样子的 成了规模的话 你看 我说大哥您都是干啥的 我啊 我就是做自媒体的 我就做节目做各种各样的节目 在网上录各种各样的节目 啊 能讲完一种吗 你说 做啥节目 做啥节目啊 啊做 教人怎么赚钱 做视频怎么赚钱 有人怎么赚钱 是 这个你看我们的 文件公司 对 你有你现在 呃这个大姐我问一下你啊 这个 就是你的直播间有多少人呢 现在 我这边只有9个 不是15个 我这边总共15个 我这边就十来个 但是你比我厉害 你看你的后面这个给你挺你的人有18个 我看见我这边只有14个 所以你比我厉害 你的这个 你的你的粉丝比我的这个忠诚度要高 哈哈 他们都挺你啊 对对 咱那都是大哥 呃 按支部讲的都是 都是铁肥 知道吧 好的 这个通话马上也结束了啊 感谢你啊 有这样的机会跟你聊天 谢谢 我第一次玩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玩法啊 我就我就知道就是你看看 嗯好的 非常感谢有这样这个缘分 嗯 谢谢你 我这个都不知道怎么玩法啊 我就知道这样 你看刚才我短暂的超过你 我现在是108 然后你231 你那边的人厉害 比我们 那个大爷是会拿的 他是他是干啥的 我倒就知道我这回来弄不懂了 你是干啥的 我做自媒体的 做视频的 做做做做视频 做视频 做视频是啥子言 我不懂你 俺这农村老太婆见识少哈 你不要客气啊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们都不知道的 你在农村发生的很多东西 呃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才会 才会三三农才会这么热 这个火热 就这个道理 呃 你看他讲我我输了 然后我要接受惩罚 我是 我接受惩罚 两秒钟惩罚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在买到干啥 在那在要的干啥 在那个 小妹 嗯 好的 你干干啥 别叫人家笑哈 嗯 你厉害啊 他笑我干啥 在那个农村老太婆 对不对 人家不会笑我呢 不会 唱个跳舞 让他唱个跳舞 让你这个大叔唱个跳舞 这个往回翻个几代 哪个人不是农民啊 所以没有什么好笑话不笑话的 这个农民 农民现在不是一个身份了 你干点管住吧 让你给我点点管住就可以了 好啊 我的粉丝 你们去关注一下这个大姐 好 谢谢你 好的 谢谢啊 那么我们就今天就先聊到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这个缘分 再碰上你啊 谢谢啊 可以可以 谢谢你啊 你完败我 你已经打败我 4比1打败了我 向你学习 好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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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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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盛 剛才我是想中斷那個PK 然後呢 按右上角的時候 一下子把自己關掉了 好菜鳥吧 對吧 不知道是不是我超過破了 什麼回事 反正剛才是關掉了 所以我趕緊就是 重新回來直播 怎麼樣 剛才這個 這個互動大家給我 點評一下 建議一下是怎麼回事 我哪個地方做的不對 你看大姐完爆我4比1 你看看人家都連臉都不要錄 只要錄二分之一的臉 就是 拉欠做媒婆 你看看厲害吧 現在真是不得了 他講農村的沒文化的 然後他通過互聯網 能夠把男的女的不認識 他能夠拉上好幾對 這個真的是厲害 這什麼這個時代 你沒有大姐放得開 那應該怎麼放開 這個 我是PK輸了 就是輸了以後會幹嘛 我不知道 剛才 剛才輸了 我這個 其實我剛才還是沒弄懂這個問題 這個PK怎麼結束 因為我是右上角點了一個X 結果發現是關掉了怎麼直播 中斷了怎麼直播 所以還得要一個明白人來告訴我怎麼玩 但是我已經看到這個玩法 挺好玩的 你也會知道的 這個老臘肉一上來 人家直接很很直接 對不起 我要小姐姐 不願意跟我聊天 沒有接受懲罰 按套路出牌 接受懲罰是怎麼回事 教我一下子 你輸了只能他關 你不能關 那麼如果我要關的話 我就在不要在輸贏之前就關掉 是這個意思嗎 剛才有誰前面我注意到前面進行到一分多鐘的 叫我換人換人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個時候我就能關 但輸了我不能關 就是他必須給我提出要求 要我唱歌 要我跳舞 然後我才能夠過關 是這個意思嗎 哦 是這樣一個意思 那好玩了 好玩了 我們看看大海來教我一下子 關了 關了 關不了輸了 好的 大海 一回到時候好現在我這個聲音可以嗎 可以 好你給我上課 好你給我上課 你給我上課 就這樣 那你就 你就 他应该有那个选项 你再看一下他 直接把那个人就关了 然后就是刚才 如果PK过程 就是你输了 输的话 他肯定像 就像你提各种各样的要求 就是你肯定没玩过 很多小姐姐啊 什么各种玩 什么乌乌的之类的 然后 还有还有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惩罚 就是那都很多女生的 像什么 那我就不说了 有各种各样的玩法 了解 反正他提要求 他提要求 然后你尽量按他的要求去做 如果做不到呢 如果做不到呢 做不到的话 做不到的话 他肯定 他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如果 他也不想让你做的话 他只能他主动把这个关了 你无法主动 但是如果你赢的话 你就是 你可以权他不许惩罚别人 对 你可以主动关 好 你说的话你必须 嗯 他他想关 对不对 如果 他就是不满意 然后他又不关 我怎么办 我只有关直播吗 像我现在呢 呃 呃 不是 他那个应该他有 惩罚是一分多钟 你刚才看了 哦 两分钟好像一分 两分钟 好像一分 两分钟 呃对 因为你刚才还有还有三十多万的时候 好像你就关了吧 应该我我没看到那个零 好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他可以延时吗 比如说这个两分钟过了以后 他还想我还是要继续提要求 他能延时吗 还是讲两分钟之后就解锁 我可以关他了 解锁 我可以关他了 应该不能不能 哦 他这个两分钟就是说 就是说 你输了话你就不能关 你 你不管怎么样 你就不能关 对 两分钟以后 但是他可以关 两分钟以后 他应该平台自动就关了 好的 那我就懂了 啊 如果讲这个 我跟这个人聊的嗨呢 我想延长时间呢 我想延长时间呢 你聊聊的嗨的话 你聊的坏的话 你首先就是 先点那个人头像 加个关注 你 他有个对战里边 有朋友朋友PK吗 你还可以连他 就是 哦 那就是不是这种陌生人 陌生人是一定是限时间的 一定是限时间的 呃 因为陌生人在这个平台 你觉得他可以 然后你觉得他有意思 你时间就可以 加个关注就成为朋友了 你不加关注的就是陌生人 我了解了 就是就是反正你 你加了关注可以延时吗 加了关注可以延时吗 加了关注的话 加了关注你们就是像微信一样是那个好友了 不是你没听懂我的问题 就是我从陌生人 我就是多想多聊五分钟以上 聊十分钟 我一见如故 聊十分钟 我一见如故 可以吗 可以可以 然后你可以 继继续点那个 然后跟他对战联 因为你刚结束他也不可能找别人 好的 我再问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呃 我们刚才PK输了 这个PK输了是怎么输的 是怎么输的 是不是是不是点赞 因为呃 你首先我跟你就是介绍一个 因为你是那个新人 所以平台 他就突然了一个暴击时刻 你知道吗 这什么意思 暴击时刻 暴击时刻就是疯狂点新的 就是戳屏幕 跟那个点那个那个新是一样的 嗯 今天真的太卡了 点下会加分 你看这平台当中加很多分了 太影响了 嗯 影响老大了 呃 因为他提前然后他就人多 他可以疯狂点 他点多的话他分就多 嗯 然后有的人就是说他 有的人你刷刷礼物 你假如说我刷一个什么 我会刷罐的 他立马分他都会上去了 是我的分还是他的分 是我的分还是他的分 呃 肯定是就是说是你自己的分 因为 对 肯定是你播的时候你跟他PK 然后你你直播间的粉丝 是给你刷礼物或者是给你点点那个新 懂了 就这个意思 懂了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可能你太优秀了 把对方的粉丝吸引过来 他直接就给你点关注了 嗯 就这样 就是因为你PK的时候 屏幕分成两半 然后他也可以看到你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粉丝 相互都可以看到的 比如说我刚才我刚才连线的这个大姐 你要关注他 这个动作怎么做 这个动作怎么做 这点他的头像还是吗 关注他的话 你点点他那个头像就可以点关注 好 不是点头像是点赞 我身上也没样 嘿 你点他头像就可以关注 打我也能为了这几个样 好的 我就知道了 这个就等于是 然后对方的正体去圈粉这种感觉 嗯 对 对就是他这种护这种护动性很高 假如说不过你玩这个 他PK主要是以娱乐为主 还得需要才艺不能干巴巴的 就是像他会这种提出那种各种无理的要求 但是有些要求不能答应 对了解 对 实际上有底线 如果 如果 我还要说一点 如果是 你万一连到一个小姐姐 或者是说那种 那种 就是说你感觉他很暴露的话 就是说太暴露的话 你赶紧把它关了 如果是 连麦过程中 还有一种直播事故 就是那种 什么小姐姐之类的 他如果漏的话 你的号和他的号同时要封 对 一般主播他都会注意 这个东西我得小心 要不然到时候就来不及关了 去把我封掉 还有就是有些那个 我 我就说女的号吧 有些女的号 是因为他以跳舞为主 然后 他那个号 你别看他有十万二十万粉丝 他直播间那个人说 跟你这个人说也一样 有时候他 官方能给你限制到 叫你到不了三十个人 他就是直播间到不了三十个人 了解 你别看你十万二十万粉丝 了解 你到不了就是到不了 他能给你限制 好的 如果说 他就是容易降权 我问你个问题啊 大海 我问你个问题啊 如果 我要跟你 PK 我现在不是应该是 应该是 我关注你了吗 我可以分布这种方式 来 跟你PK吗 来跟你PK吗 就是他 他PK是什么样的一种 想要说 您要跟我PK 就是首先 您和我在这个同一个时间段 同时开直播 然后咱们两个就又是好友 你可以点那个对战里边好友 我就了解了 这个东西就可以作为一个就是 互推啊 比如说相互搞活动一样 对吧 更甚至可以作为采访手段 采访不行啊 因为他时间太短了 好友有没有 好友PK有没有时间限制 好友PK有没有时间限制 嗯 他 他这个 他这个啥 你还可以就是说 你 你不管是好友 莫生人 你能够做 可以的话 你可以继续给他连上 你可以继续连 继续连 继续连 就是在 就是要选好友PK 对吧 要选好友PK 对吧 可以继续连 就是PK的时候 还有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两个人 就是说 假如说你那个 你想PK那个人 他正跟另一个人PK 那你就不能跟他PK 对我知道 他在线 对对 永远都是单联 嗯 好的 我懂了 好 谢谢 过来 你可以再试试 反正是 我要按这个学习成长速度 我很快成为快手的高手了 快成为快手 真正的高手 快手 真正的高手 快手 对 对 不是说 就是说你刚才连 那个人他拒绝的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说 两个人拒绝 你就以后的 每个人都拒绝 因为这个平台人太多的 不一定有谁就是说 他就喜欢跟你聊天 那个 了解 我刚才就是 我刚才就是这个 刚才就是这个 呃 你不用安慰我 这个两个人拒绝 我就今天把所有人拒绝 我也没问题的 不过这个PK 人家直接找一个小姐姐聊天 要我干嘛 很正常 就是这个PK 有的人是是啥吧 有的人 有的人可能就是说 人家就是这个黄金时间段 人家要挣钱 人家肯定跟你跟你玩 肯定说没啥看点 所以他就说 那我换一个 或者是啥 他就个人不让你了解 这个你就不用给我上课了 这一段我了解 有一点就懂 好的 好的 谢谢 因为现在有这个 Sullivan可能想连线 可能想连线 跟他连线 好吧 行 好 好吧 好 你可以带PK一下 好 我下了 好 你已经取消申请了 Sullivan 是Sullivan吗 好的 关不了 输了是关不掉的 我理解了 这个玩法蛮刺激的 刚才大海提醒的对 就是不能不小心的话 导致变成同案犯 最后弄得被关就不太好了 Sullivan你好 正在链接 喂你好 哈喽老胡你好 你好 你是前两天我就注意到 能听得住我是谁吗 多说几句 因为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东西 听不出 因为这个 这个微信 那你这功夫还得练 等一下 对呀 你告诉我 我告诉你一个解释 就是我这个声音这边是完全是真的 我最开始直播的接进来第一个话 第一个电话是真真实的 然后后面的话全都是不真实的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变身 你是谁 暗箱 我捏着鼻子 是不是刚才捏了鼻子 我是不是 好伤心 老朋友都听不出声音来 Juli 伤心我下去了 你要你要我在这样拆的话 我就越拆你越伤心 你继续说 我不告诉你了 爱谁是谁 Lillian 保姆 别人都能听出来 你听不出来 我没听出来了 我听出来了吗 听出来了 对啊 Lillian 你看到人下边打字了 我看到了 但是我是看到是看到 但是我紧接着要再两个名字就是你了 因为你这声音跟那个里头真的是不一样 你知道吗 跟那个里头真的是个地方变成细变成尖 不像那边那么捏了鼻子嘛 他肯定就不一样 你不能刚开始捏了鼻子肯定就不一样 你不能这样的欺负我的 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我的听力本来就很差的 花妆来看你 我的听力本来就很差 再就是说今天这个心里头有防防患 因为你们在小集团里的背后集体说我坏话 我已经对你们这个好感度严重下降了 我们都想死你了 我们都在集体想你 我刚才讲过了 想尽各种办法 要看到你听到你 这个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呢 不比那个挺好 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适应了那个油管那个平台 我们不大喜欢快手平台 所以那个就大家就想方设法 然后现在呢 不要讲平台名 不要讲平台名称 嗯嗯嗯好好好 我们意识到 我们意识到了 那个以后用简称 那个给他们个别号什么的 我就想那个平台 有有快快 咱老家 就那个那个平台就是咱们老家 但这个声音呢 我跟你讲 这个虽然是声音有点失真 但是声音的质量比那边好 但是声音的质量比那边好 你说啊 但是还是有回音呢 是因为你旁边开着什么东西的 是因为你旁边开着什么 我没开什么东西啊 我连微信也没开啊 我就是开了一个 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昨天大海市的也有这个回音 但是不影响 能听见 有一点有一点点回音 真的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老家那个 老家那个声音好一点 对对我也听到我的声 我有回音 谁知道我刚一回来就卡成这边 怎么样你这个 可是我就是在这么一个 就开了这么一个窗口 你的这个你的升学之路怎么样了 升学之路怎么样了 准备好了没有 还没开学呢 对啊 准备好了没有啊 购买了文具啊 书包啊 这些东西 没有啊 书包买好了 电脑也买好了 啊 然后呢 下一步呢 就是我前前几天不是我雇主家那个 不是有婚礼吗 对 那个大女儿结婚 忙完这个婚礼以后呢 啊 暑假也结束了 嗯 啊 婚礼也结束了 然后呢 他们出去放松了 嗯 放松回来呢 我们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事儿了 就是说 我开始上学以后 这个谁来做这个家里的事儿 我们得请一个保姆 对 我刚才 请一个全职的保姆 我刚才看见老王的火箭 好厉害 怪 往上一冲 嗯 嗯 我不会玩这个东西 瓦丽哥是两个吗 居然难道是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 哦 没有 不是 瓦丽哥的好像不是 瓦丽哥是这个 这蹭流量是个假的 是拷贝的 是老王的火箭 哎 那么你 你现在做好的心理准备 就是开学第一天以后 全是这个少男少女 就你一个老太在里头 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其实也没有啊 我那个 我那个 我那时候就去那个学校那个 Information Session 那个时候好像就有 有那个有成年人 不是说光 Teenager 也有 我当时上楼的时候 在我上楼的时候 有一个 一个女士在我前边 好大好大的屁股 这个我以为她会是我的同学 结果呢 后来呢 其实她是陪她女儿去的 哦 我当时以为啊 这个人会是我同学吗 无所谓 那我就觉得哎呦 我要跟这样的人为伍啊 我跟你讲 我在我在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我们 我没有一个同学来自俄罗斯的人 他已经60岁了 你讲他上班以后 他能上几年 他要退休了 但是呢 比谁都勤奋 对对对 这个这个年纪啊什么的 这个不那个 不代表什么 好的 尤其是 你们也不用说别人手机 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人 你是 你是这个上学是 是full time了吗 还是讲 每周 比如说 每天几个小时 课程排得满满的 多少个学分呢 住车了以后 对对 感觉能看着呢 还没有 还没注册呢 7月份才才能注册 几三个那边的卡 7月15号以后好像 交通方便吗 从你住的地方去上学放学 哎呦 太方便了 那个 所以我还在继续在雇主家嘛 因为我雇主家 离我学校 走路才20分钟 那很好 又断练了 都两个 对啊 所以 我是因为住在那 所以才申请了那个学校 嗯 学学几年呢 很方便 两年啊 嗯 然后是出来是一个 呃 diploma 是吧 你跟谁对象呢 你知道我 对对对 哎我这能开视频吗 可以啊 我这不知道哪开视频呢 我倒不知道怎么怎么开视频 但是我看见人家连线的时候 都有视频 怎么 我看到 哪个地方可以点一下子 大海 交一下子 怎么样把这个在音频状态下把视频打开 还是讲废的重联 我这边没有 我只有一个联麦 这个联麦应该是我这也没有窗口啊 我这边没有没有设置啊 应该是那边 我不知道你刚才连接 连接的时候 连线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视频选项 好 他已经刚才掐断了 所以他再连的话 应该看到啊 我在接受的情况下啊 看看他能不能够 对方又取消了 嗯 对 对 很正常 一会儿我去看看 唐哥的那个显卡 我接受 我看看你能 这个时候能够 达到百分之百 有选项 应该是我显卡出问题了 我感觉应该有显卡出问题了 喂 你好 我没有看见 刚才大海 这个大圣讲 就是你在 你在接受的时候 有个 没有 没有 没有一个选项是吧 你只有一个 对我那个没有 好的 那也没有 没有选项 完全有可能 有这种可能 比如说 比如说 iPhone手机上 可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安卓机上 可能有 或者是讲 安卓对安卓可以 安卓对iPhone 有可能不行 有这种可能 我只能讲 有这种可能性 它一个不见得可以 就是你那个 你那个头是 这个 基本上就是 跟张飞比起来 你基本上就是 上面就是张飞 这种东西 它叫做蘑菇头 后面你没有就是了 你这个 你这个发型 是在被整顿的 那一类的 跟社会主流 你的主流价值观 不太相符合的 是这样 他们说没有实名认证 就不能视频 可能有这个关系 但是我好像 我都实名认证了吧 我也不知道 都不知道怎么注册的 就是那个摸索着 糊里糊涂的注册 成功了 但是我怎么成功的 不记得 我刚才怎么弄的 不知道 一步过来 不着急 反正这个 就是有没有人出镜 连线 真的是效果差很多 但是瓦丽哥 就是瓦丽哥 就最好不要了 那个大姐 还有那几个人 瓦丽哥又是这个发型 有没有别人在 有那个 西装衣服 他还又抽烟 又边喝酒 不行 他这个是属于被封直播间的 这个 他一个人违反了 好多 不能出现的 上传身份证 对对对 我不记得我有这个 对对对 我当时我没有这个 我没做过这个 上传身份证 就对了 那就对了 没关系 这样子也听好 这个声音 对我当时注册 我注册快手 是因为我想关注我侄子 我侄子是健身教练 他把我屁股漏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就 我开始想要做 做这个 做视频以后 我就开始估计他 我从你那儿学到了 受到启发了 然后我就开始跟我弟说 跟我侄子说 然后我就打动我侄子 然后我侄子就开始了 那我就肯定要天天关注他 他那时候就天天日更 他每天健身的视频 天天日更 很快 很快 他有上万粉丝了 但是我当时就是 我有关注他 我也没有想在快手上 怎样 所以我就没 我就没有注册 我就没有上传身份证 什么没有 没需要 因为你自己不发布内容 所以就是理解 对对对 对对 好的 我现在注意看PC版和手机版的之间的差别 在显示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嗯 快手的这个视频 如果说你要上传视频的话 多长时 可以可以上传多大的 从PC可以上传10分钟的 从手机只能 哦 10分钟的 手机只能是一个11秒的 一个是57秒的 两个 哦 哦 那个头条也是 头条也是用手机 只能上传很短的 不要说别的品牌 名字 哦哦 忘了 又忘了 又忘了 怎么这么难呢 我们就做这个 听吧 又忘了 不好意思 好的 没有忘了 无心之措 什么有问题 没有这根 脑子里没有这根弦 嗯 对啊 这个我们这个 呃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直播间的管理员 大海 你要教我 是不是讲 只有在直播开了以后 才能够加管理员 因为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再先加管理员 好像是 是不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设计的吗 管理员设置 就现在是这样 暂时 我现在不能设置 管理员 对 这一个聊天 这一个直播房间 能有多少人啊 能能容多少人啊 应该也有上线吧 有所谓吧 没有上线 应该没有上线 没有没有上线 哦哦 可能有 也是普通人到不了 你可以上线 可以上万人为官 可以上线 对 就是说可以上万人为官 但是说话的只能是两个人 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对 连线永远都是单 但是可以排队 我可以看见 比如说有五个人在等着连线 哦哦 是这样子 哦 那这个就跟以前那个聊天是一样 就是以前有的那个 新浪那个新浪UC那个聊天 是就那样的 排队 下边一大群人排队 对 好多人都坚持这样子处理的 这个这样的处理是正确的 嗯对 我真是 我们原来的那个平台吧 就是就这点不好 嗯 你就不能参与 你不能在那个座台上参与 只能打字参与 嗯对 好的 嗯 但是那个平台吧 就觉得比较宽敞 打字啊 什么的 就就可以有很大的一块地方 这个 这个 就觉得 就在这个屏幕上打字 打这么几个字 就觉得很很不很不宽敞的那感觉 手机 不知道PC的那个是怎么样的 啊 不太清楚 对啊 PC的我不知道 没体验过 我没有 我现在是用PC上面做一个这个监控录屏 因为PC上面是我这边手机播出 是有返回来的 我所有能看到延迟 我看到质量 这些东西 这样一个这样的状态 然后大海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个这个现在直播情况下 我也无法加管理员 我估计是因为跟版本有关系 可能说这个iphone上面是有这种限制 还是什么 我原来以为只有在直播的时候 可以加管理员 秀秀什么意思 他说大姐跟语音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也可以留言发语音 就发语音消息 对 发语音 哦那样的那样的 哦 那个那天我我们试过了 跟老王他们几个那天不在这试过了吗 是的 就是那个就比较方便嘛 你手头正忙到就不用在这 因为有的人呃 在这手机上面这个输入不是很方便的 说 语音就可以方便 嗯 可以的 但是语音这个东西我试过 在PC上面就在PC上面就有问题了 PC上面你发出来以后所有人都能听见 炸了 这个上面你发出来语音只有我能听见 哦是这样的 这笔车肯定炸了 嗯 平台太多 那个研究不过来 嗯 你研究我们后边跟你 慢慢来了 嚣着就行 我就是我就是在做这个 在做试验了 在做这个 在探索 探索者 我们是那个我们是觉得 哎呀老胡不回来了老胡不要我们了 我们就很生气 哈哈哈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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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是我们表示很生气 但是我就是告诉你暂时是不会回去的 哎 中原秀秀谢谢 我们表示 谢谢 我们表示很生气 但也表示很想你 嗯好的 我们就集体生气 集体想你 我现在是在这个你如果你们坚持原来待待在那边 并且是这个瓦丽哥已经已经替代了我成成了这个第一男主播 所以你们就团结在他的底下就好了 等我这个进修归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不想散了 我们就是不想散了 觉得哎呦真不容易 这个因为你我们才互相认识 互相这个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 对 然后你这一走了哎呦我们真不舍 相当于我现在是这个在进修 所以呢我们就千发百计 找一个地方再把大家聚起来 对 我从这个从这个叫做什么 到铁岭到踏城市去进修一下子 等我等我功率再好了 回来再为大家服务 哎这刚才谁进来一个一个小姑娘 美女我刚才看到 你能看见什么东西啊 我没看见什么东西 你怎么能看见什么 我刚才看到那个屏幕上有一个 有一个一个美女头像飘过去 哦那个是叫做弹幕 有弹幕 叫做弹幕 哦哦哦哦 那个弹幕还是弹幕啊 弹幕弹幕打开了 嗯 子弹的弹打了两枪头 不是弹窗的弹 是弹幕 嗯 要随时欢迎新人 哎这个他又提提醒我了 刚才是哪个新人 我得翻回去 啊这个刚才 Lucy给我发了一个穿银件 通过语音 谢谢 你把逗死我了 你想逗死我 真的你想笑死我 随时欢迎新人 要欢迎谁啊 我刚才点名了 这个Lucy在啊 中原秀秀啊 这个 Lucy啊这都是新人 是什么意思 你提醒我就是 我刚才有谁忘记了 没有欢迎到的 是谁 前面是瓦利 西部世界 呃 你他不懂 表示你很菜 懂了吗 哦 Lilien问的这个美女 是一个穿银件 不是美女 是一个穿银件 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表情 好 你不懂 你 好的 Lilien讲他掉了 没关系 现在有今天的直播时间 也也蛮长 中原秀秀送了我一块西瓜 我那天就报告大家 我就买了一个五指西瓜 居然不咋地 我在日本店里头买的 那你说那个 不行 这个油脂西瓜 现在也是假货居多 你再不打开 也不也也也不好吃 对不起你自己 难道你要被他打死 所以我就尝一尝 这个你送的西瓜 中原秀秀 谢谢 啊 我们这个做自媒体的这一档人 还是跟那个群体有巨大的差别 刚才前面一拨起来是1000个这个红心 我不讲吧 人家100多个人里头5万多个红心 吓我一跳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太不太习惯 点这个点红心 给我一个啤酒 我全都是喜欢的 我不知道这些礼物里头有哪个东西 我不喜欢 我来看一下 我是菜鸟 第一个我现在看见的是赞 第二个看见的是什么carry全场 什么叫carry全场 这个名字怪怪的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还有个血 还有西瓜 摸摸打 对吧 啤酒 然后玫瑰 呃棒棒糖 酒吧开场 涨粉 浪 这个也太多了吧 一把枪 一种单价 这个 这不需要这么多吗 最右边是一个穿银剑 然后呢是超级6 然后火箭 刚才老王是好像是送了一个火箭 然后凤冠 横然心动 烟花 皇冠 爱的信号 没毛病 没毛病居然也是一个礼物 厉害 浪 浪 啊 涨粉 好像这个 我怎么样都会 不会记得住这些所有的东西 我就知道 人家送过我 对 赞 对 西瓜 啤酒 然后 上次瓦利哥送了我一瓶白酒 我在这里都找不到白酒 是怎么回事 上台6.7 不算高 他还臭我 因为我打两个号 我那个号 因为非法组队被封了半个月 这个瓦利哥送了我一瓶白酒 但是我在这个礼品里头 根本就看不见白酒这样一个东西选项 这个号基本没打完 哦 版本都一样 那个啥 那也就是说 今天不打了 今天游戏画面太卡了 你说我的版本是旧版本的 游戏画面太卡了 他的礼品在变化 我去检查一下网 我去检查一下网 然后检查一下网 这就make sense 比如说这个礼品可能是在安卓版本 先试播 或者8.01这个版本没有 8.01可能就没有 那这个就清楚了 老王讲的是不是假酒 难怪不在这个标志之内 对对对对对对 好 这个 你们这个 你说话也要小心一点 这个 这个 呃 瓦利现在是直播间的这个 老大 现在在那边 他到时候讲 拉黑你 踢你出去 开 开出你的这个 开出你的群集 那就不好了 要截取窗口 还凑我才能补 自己家灌的救 还是截取窗口 确实是凑我才能补 我倒没注意 他好像是没贴牌 最起码不是茅台 凑合 他只是讲白酒 你愿意叫什么名字 我都可以给你贴牌 我这个人就是 有点强迫症 我不喜欢凑合 我没记错的 好像就是白酒 我有点强迫症 我不喜欢凑合 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凑合着用 那就不好 我现在 我现在为了给你做示范 我自己要为自己点赞 点哪个地方 我就点自己鼻子 我不停止点 我那天讲了 我自己给自己点了100多个赞 好自恋吧 今天这个直播画面确实太卡了 只有一个简单的数字 简单一个游戏 刚才PK 你看就是能够引起很多人 这种好玩的 这种东西 现在我准备最后再试一次 明天再播吧 什么 我相信铁粉也愿意让我明天不 再试一次PK 我来看看是不是 如果连续两个人拒绝我 真不如明天不 今天节目就结束了 然后我就要试一下 如果不拒绝我的话 我来看看就是怎么样 我受惩罚的时候 或者你们不要让我受惩罚 要把他们PK下去了 以后的直播都是两场 因为这两天我把时差挡回来了 随机 以后直播都是两场 这两天装修不完的 我给你们拍那个图片了 你们也都看见了 好的 我那个办公室那个图片 没有五到六天是播 这个很正派 他自己是小姐姐 他要换个小姐姐 我现在也就是找个地儿 凑合着播一播 知道吧 我现在就是找个地儿凑合着播一播 我那个办公室 我再继续了 再试一次了 现在还在装呢 那我再继续了 带你们去看待这个真实的世界 嗯 行了 拜拜 兄弟们晚安 下播了 我下次再来试同层对战 同一个地方应该会有点聊 聊头 但是我还没打开同层 我自己同层 喂 你好 哈喽 亚梅尔 唐宝尔是谁 唐宝尔 喂 唐宝尔是我 我能听见你说话 很好 谢谢你愿意接受 那我玩呢 呃 他我没挂他手机 没挂我直播间 这个是套路了 这个是套路 瓦利哥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套路 他讲 哈喽 对不起 对不起我听不见你 就是瓦利哥经常讲的 哎 呃在哪里 我正在开会 我正在开会 大概这个套路啊 你看这个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平台的调性 这个 大爷爷要是不染发的话 我估计过不了这一关 但是直播间我没办法把假胡子贴上去 啊 胡子要是这么长 那那小姐姐又愿意说话了 对不对 就这个这个中年油腻 大叔 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没有安全感的 好啊 我已经试过两个了 那我就不试了 今天不再试了 这在试会 这个会影响心情的 不是吗 不能再试了 再试会打击自行星的 会影响今天的生产效率 嗯 好 今天就这个 我能不能够 大家谁告诉我 能够这个 只连线50家的 这个要 这个要强烈 这个 强烈这个建议 建议这个平台 只连线要选择 要可以选择 这样 只连线南的 只连线这个 50家的 只连线这个 北方的 东北的 这个应该要 可以 这个这个性能 应该可以有 为什么呢 这提高了效率 你看 这个这个配对效率 太低了 浪费社会资源 这就不对了 对不对 你觉得 大家认为我 这个合理华建议怎么样 老胡在这个 产品设计上 是有超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心得 快手要去请我 做产品顾问的话 保证让他们 这个 快速上分水平 不能 对 我知道了 这个 我看到了 是不能 所以这个就是 会导致小哥哥小姐姐 把这一块玩起来 会有 会撕裂社会 这样 这样的 中年油腻 中老年 这个大姐大妈 就会 会逼得 没生意可做 只去做刚才那个一样 拉郎配 介绍对象 那老胡在这边 是不是要做一下 国际婚姻的 这个 这个切入点 这个 这个 介绍一些这个 洋人 在这边来 认识 大家 这个 甜圈圈 好了 我已经知道了 瓦里哥 你的那个版本跟我不一样 我这边看到 你送的礼物 我这边都看不见 你这个甜圈 我这边也没有 这个礼物里头 有没有甜圈 看不到 好 好 谢谢 这个可以有 真的是可以有 好 今天已经严重超时 七点半到现在九点四十五 超过时间了 超过时间了 所以我要收播了 下线了 明天再回来聊 明天我看看能不能 再来就这样的畅聊 明天再来试一下同城PK 或者是什么呢 PK你们把我弄出去又不给力 又不给我点赞 老是那个农村大妈都把我打得四比一 你让我太丢脸了吧 对不对 你们要采取一点行动 强烈支持我 这样才能够 让我常常都是 所有的PK 从此以后全都输下 败下阵来 连线五个人 被四个人拒绝 然后最后一个人 来一个乡下的文盲老太太 连西雅图在哪边都不知道的人 连自媒体都没听说过的人 把我四比一干趴下 你们忍心吗 还在那边讲什么 我是你的铁粉 别骗我了 背后净说我坏话 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现在今天才完 我媒体群里头全都 我是违规发了第一次转播 三天禁言 所以我都没敢说话 明天开始 我想办法 通知一下 明天看 希望能来堕了一点点 把所有的七个群 全都通知一下 明天 好 就这样子吧 谢谢 我是老胡 不是胡老师 感谢大家的参与和陪伴 我enjoy 这样一个快手 有好多东西要学 也谢谢今天在直播间里头 教我很多功能的这些老师 也谢谢今天这几个给我点赞打赏的人 我应该没有漏掉名字 都报过了 漏掉名字的话 对不起了 好的 谢谢大家 希望明天的北京时间的十点半 你还愿意来这边做做 聊你感兴趣的问题 我感兴趣的问题 或者是围观其他人的聊天 好的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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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